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很早就不上学了 独自一人去了外地打工 在一个工厂里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 在恋爱的那段时间我非常幸福 他对我非常好 于是去年他向我求婚了 谈恋爱的过程中他就对我非常好 而且我也把他带回去见过我父母 我父母对这个女性也比较认同 所以我就答应了 去年年初我们结婚了 我们家知道他家庭情况不怎么样 所以也没有多要彩礼 所以要的彩礼都被我带了回来 我父母也陪嫁给了他家很多电器 家具 几个月后我怀孕了 上个月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宝宝 一家人很开心 父母也赶了过来照顾我 看着我们这两家人都很开心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一个月后我们给宝宝办了满月酒 酒席办得很热闹 亲朋好友都给孩子礼物 作为见面礼 我母亲更是花了近万元 给孩子送了代表吉祥如意的欲罪 而婆婆只给了五百元 说多少是个心意 而小叔子结了婚 自己成了家 更是就给了两百 让我心里很不适知味 想想今天是儿子的满月大喜 我就不说什么了 因为农村的酒席都是在家办的 酒席结束后 一家人都留了下来 打扫家里 我带宝宝在床上睡觉 老公和婆婆在打扫卫生 等孩子睡着后 我起身去上了个厕所 没想到看到小叔子在婆婆的房间偷东西 由于今天人很多 收的礼钱 见面里都是婆婆在收着 就连我爸妈给我们买的东西 也是在婆婆那里 我看到了他 并叫了他一声 他突然慌了 看到是我 他就说 我上次回来在家里落下一件衣服 我来找找看 我看到他神情慌张 明显在说谎 于是我把老公婆婆都喊了过来 老公为了不让公公婆婆夹在中间难办 就说都这么晚了 大家都挺辛苦 这个事就算了吧 各自回去睡觉吧 其实我这个小叔叔 不止一次在我家偷东西了 上次因为在外面赌钱输了钱 把公公的养老钱都偷了出去 拿去还债 这是街坊邻居都知道 搞得我们家很是丢人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就害怕我妈给我家儿子买的那个玉被偷 一直担心到很晚才睡 过了几天 公公婆婆把我们的礼钱 和孩子的见面礼 包括我妈给我们孩子买的玉都给了我们 我们把钱拿去银行存了起来 由于玉是装在盒子里的 所以婆婆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打开 当我存完钱 准备给我儿子带上的时候 没想到玉不见了 我急急忙忙跑去我公公婆婆他们 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这让我想起 伴孩子买月酒那天晚上 我心里就已经知道是谁偷的了 第二天我们去找了我老公的弟弟 我老公的弟弟一开始实不承认 回来我直接跟他说 你如果再不还给我 我就报警了 但是警察来了 说家里如果发现的话 问题就大了 回来小叔子和他老婆不堪压力 给了我们 我老公就说 这次就这样算了吧 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小叔子 每次见到他 我都害怕 他会偷我家的东西 好 嗯 继续 啤 �� 融